来看到近期中国在西沙群岛有关海域进行军事训练 美国也派出两艘航母前往南海演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也就是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就此事进行了回应时 再次强调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中方再次进行军事训练 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 美方此举是在炫耀武力 意在挑拨离间地区国家关系 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向好发展 在此形势下 美国蓄意派重兵在南海有关海域 进行大规模军演炫耀武力 完全是别有用心 美方的行径意在挑拨离间地区国家间关系 推动南海军事化 破坏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 国际社会 特别是本地区国家 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最后的这种功能 在市场中 一个保健所